1万2千多了 1万2千多了 这母牛也是属于西米达尔品种 黄白黄二代 花片还不乱 刚上4比2 能有体重900兰斤 药价是18000 后座可以说还是比较齐正 那大奶河呢 还奶牛呢 这母牛隔起点就是脑瓦砸得太小了 隔得太细了 刺柱也不够粗 而且这柱刺也小 像沙沙的大河 奶河太大 这个牛十有八九是游乳方言 另外就是这个大奶河 这个牛如果说不是游乳方言 也不是跟上山放牧 他给上上这样的奶河 已经到处乱光了 现在这牛不是属于那个爽脊 他属于单脊 总之这牛虽然说花贱还行 但是就是股价不行 所以咱们选牛尽量不要选成这样的牛 这牛2万0点啊 看这牛贵不贵啊 这小玩意2万0点 六七百斤吧 六百多斤吧 六百多斤 看这花贵不乱 股价够用啊 你看这个后臭 等我几小斤了 四路都够粗 静点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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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花贵非常齐整啊 这水煮的新大耳改良四代牛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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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我这牛的后座啊 看这个后座都够伤那儿呢 嗯 嗯 嗯